在全球疫情下 航空和海运出现了不同程度 禁飞 停运 检运等情况 导致物流不畅 然而中欧班列发挥了安全高效等优势 2020年全年开行中欧班列1.24万列 发送113.5万标箱 同比分别增长50%和56% 为保障中欧及沿线国家物流畅通 和物资供应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1月1日随着一声汽笛长鸣 一列编组54辆满载汽车配件 电子产品 油包等货物的中欧班列 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缓缓驶出 驶向哈萨克斯坦 开启了2021年中欧班列的新征程 2020年经霍尔果斯口岸站 进出境中欧班列达21条 累计开行4727列 过货量662万吨 同比分别增长43%和58% 2020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 进出境中欧中亚班列 冲下了班列运输的新纪录 现在每天日均出口班列15列 入境8列 1月1日2021年中欧班列 成羽首列列车 从成都国际铁路港 和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 同时发出 2020年12月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成羽两地合并中欧班列 并使用统一名称开展品牌宣传推广 2021年1月起 国铁集团将以成羽两地合计开行数 发布相关指标数据 中欧班列成羽将探索高质量运营模式 打造合作共建高效运营的样板 通过这个开放平台 那么更好地集聚我们产业的落地 我们共商 共写 共建 更好地提升我们海外的议价的能力 然后更好地统筹我们海外产战的资源 这样可以提制 降本 增效 做到中欧班列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满洲离口岸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 也是中欧班列东通岛进出境重要口岸 经满洲离口岸进出口货物 主要有日用百货 电器产品 工业机械 金属 农副产品 板材 汽车零配件等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 满洲离站获悉 2020年经满洲离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 达3548列 324310标箱 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5.1%和37.6% 据介绍 2020年经满洲离口岸进出境的中欧班列中 出境1790列 165224标箱 同比分别增长17.7% 19.8% 入境1758列 159086标箱 同比分别增长59% 62.7% 为提升中欧班列通关效率 满洲离站积极利用数字口岸系统 加强于海关和货代公司间的信息传递 并为进出境中欧班列提供24小时业务办理 目前经满洲离口岸出境的中欧班列集货地 主要有天津 长沙 广州 苏州等城市 出境班列可到达荷兰 德国 波兰等国 作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之一 中欧班列在疫情背景下的发展备受关注 那么中欧班列的逆势增长 对一带一路建设而言意味着什么 就此问题 我们来连线料望智库首席研究员江铁英 江先生您好 请您为我们解析一下 中欧班列开行了超过1.24万次 可以说这是在全球疫情大流行背景下 中国对于全世界巨大的一个贡献 中欧班列的长代化开行 可以说是在全球抗疫的背景之下 为一带一路的相关的建设 特别是一带一路贸易的畅通 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我们看到正是由于中欧班列的长代化 高效的运营 实际上也是为全球的供应链 还有产业链的定义 是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通过大的通道 能够及时的把相应的产业需要的 无论是配件原材料 还是整机的组装 能够在保证安全的情绪之下 能够快速的运抵到相应的国家 同时我觉得中欧班列 在发挥的特殊的作用 也让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 看到了一带一路建设 所取得的重要的一个成果 也可以说是一带一路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建设 它已经进入到一个 收获了初期的建设成果 这些成果可以为相应的很多国家 去进行相应的产业的建设 都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自开新以来 中欧班列的开行数量逐年增加 是什么原因让中欧班列 能够保持稳定的运行 中欧班列又为何会逆势增长呢 江先生 中欧班列的这样一个逆势上扬 可以说是一个去年 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 这样一个现象 这其实从背后我们可以看 它是非常契合了 现在国家在无论是物流运输 还有高效的流通体系下面呢 是非常强烈的这种诉求 那中欧班列的开行呢 能够把陆路的一个运输通道呢 能够打通 能够及时的发挥 将的高效快捷的流通作用 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它的安全可靠性的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我们知道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之下 原来主流的运输的方式呢 是受到了疫情防控的影响 中欧班列的开行呢 实际上是需要非常少的人力资源 就能够实现高效的物流传输 它在去年当中呢 也是发挥了自身独特的作用 第三个呢 我觉得就是它的模式 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 我们知道中欧班列的开行呢 它实际上是一带一路实现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具体的体现 中欧班列所经过的这些国家呢 本身呢都具备相对比较可靠的 铁路的交通系统 通过激活基础设施的存量去实现了 彼此联通提高了它的工作效率 那可以说呢 这对于很多国家来讲是非常有益处的 也是可以使得原有的这些基础设施 能够更好的服务相应的经济的建设 感谢江先生对此问题的解析 感谢江先生对此问题的解析